大家好,我是猫猫 你现在收看的这档栏目是猫猫在新西兰 这档栏目主要为您带来一些新西兰的视角 还有一些留学移民的资讯 今天想和大家聊的就是说 这个美国和新西兰的教育模式深度对比 我们主要从五个方面讨论 第一个是这个教育体系,教育质量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生活环境,安全性 第三个是政策支持,费用支出,还有CP值 第四个就是这个教育规划 第五个是生学机会 咱们先说教育体系和教育质量 在低领教育方面啊 我觉得美国的这个教育是全球文明的 它以多元化和个性化教育著称 而且美国的学校基本上都是推崇学生去全面发展 美国非常重视孩子的创新能力 还有批判性思维,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他们的课程就可以看出来 就不管是公校还是私校 作为一个留学生能够选择的课程是非常多的 而且美国的课外活动也非常多 包括体育活动也非常多 他们非常重视挖掘每个孩子的潜能以及领导力 总之一句话 美国培养孩子就是把每个孩子都要当作精英去培养 而新西兰呢继承了很多英式教育的理念 它讲究教育的均衡性 富有包容性 体验感要好 实践性要强 以孩子为中心 当比较美国 新西兰就特别重视孩子的这个体验和实践 很多新西兰的高中都会开设一些 就是在大学才会有的一些专业方面的课程吧 然后它就鼓励孩子在高中的时候 就不断地挑战自己 尝试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尽早让孩子体验和实践 那么就有效降低学生成本和代价 而且很多新西兰的工作是可以支持高中毕业生就去投简历的 新西兰的教育从全球来说口碑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低龄阶段的这个儿童教育 特别受欢迎 原因就是说新西兰这个小班教学 还有这个欲教欲乐的这个学习过程 让孩子觉得非常轻松非常愉快 没有特别大的精神压力 同时新西兰的学校和社区也是紧密相连的 他比较在乎就是说学生学的这个东西不要和社会脱节 在教育体系和教育质量来说 如果我们用功力的角度来看 美国是完全胜出的 但是从体验感来说 新西兰的体验感可能对于孩子来讲 他们会更喜欢一些 接着我们就来看看针对低龄流学的儿童 这个生活环境和安全性有什么区别 这方面就毫无疑问 新西兰是完胜的 首先新西兰是作为一个全世界最适合生活 最适合养大的一个地方之一 新西兰的社会也有很多问题 不能说打一百分吧 但是就这几个国家来讲 矮子林拔将军 目前来说治安还是最好的 安全性也是最高的 新西兰的气候呢 环境也特别好 野外没有什么特别危险的动物 特别适合孩子生活 你比如说 那个佛州大马路上跑的鳄鱼 新西兰就没有 新西兰也没有蛇 那么在美国生活环境方面呢 肯定也是比新西兰要更低一个档次吧 就比如说大家在网上抱怨的纽约的地铁 还有就是吃什么水果打药打辣 在新西兰都是不存在的 而在美国这两年的移民太多 包括难媒的数量太多 这在一定程度上面也是增加了很多的治安风险 尤其是孩子换了一个环境之后 他们其实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来过渡和适应 如果没有一个很安全的环境给他们适应的话 其实对于孩子的内心的这个心理发展 是一个比较可怕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童年受到的伤害 有的人可能要用一辈子去疗愈 但是美国的这个社会层面上面 它就会更多元化一些 毕竟美国是全世界的一个人口大国 那么新西兰它只有五百万人 它的这个社会生活 远是没有美国这么丰富的 对吧 但是我们今天来讨论的这个是 主要是低龄留学孩子 到底适合哪个环境 那么我觉得就生活环境来说 新西兰可能更适合这个12岁以下的这个孩子 第三个我就说政策方面比对 贴政方面可能美国一直以来都是比较严格的 但是新西兰来讲的话 新西兰的签证会稍微有帮容性一些 陪读签证呢 过来也是可以有机会申请做一些兼职的 而且新西兰这边是可以反向陪读的 父母过来新西兰上学 顺便就可以把孩子带过来上学 接下来就是讨论大家最关心的费用问题 我觉得费用的高低是很多家庭做决策的一个重要因素 先说美国 咱就比如说公立小学一年可能是三到五万的这个美元的这个费用 那么如果一个单独的孩子出来的话 孩子的这个成本是在学费乘以2.5以上吧 那么按照美国的这个花费来讲 可能一年就要八九万美金以上 那么到新西兰来说呢 新西兰公立小学一年的学费是在一万六到一万八纽币左右 那么你再乘以2.5差不多就是这个五万纽币左右吧 二十万人民幣 那么在这个花费上面 新西兰基本上比美国便宜了一半 那么对于很多家庭来说 这个是有很多的优势 而且我说的这个是奥克兰 如果是去其他的小城市 费用应该会更低一些 最后来说说对未来的规划还有升学吧 咱先说升学啊 美国肯定是更胜一筹的 因为美国的这个精英教育 你从小把孩子送到美国去 那么升美国的特别优秀的高中 概率肯定是会高 然后再进美国特别好的大学 那概率也是会高的 对吧 他的这个节奏啊 氛围啊 孩子从小就能够适应嘛 对吧 但是不是说新西兰的孩子 不能够读名校 新西兰每年去读全球名校的孩子 也是很多的 而且新西兰这个本身的 这个NCEA体系 全球也是认可的 不过我觉得这个问题 更多是要放在一个家庭规划 还有人生规划方面去看 比如说有的家庭 他就计划的 就是说让孩子留学之后 那么就留在目标国家 那么你想要留在哪国家 就去哪国家上学 这个肯定是一个正常的逻辑 有的家庭呢 是考虑治安因素 费用因素 先选择让小一点的孩子 在新西兰上学 等到高中啊 再去美国 再去英国这样子 那么有的家庭呢 他可能出来 只是想为了我 就让我的孩子摆脱内卷 不需要追求名校 有个平凡幸福的人生就好 那么甚至有的家庭呢 他是对某个国家 他是有单独的这个喜好的 他就想着 有一个人先过去 或者两个人先过去 后面陆陆续续 全家都过去 所以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要考虑到 非常多的因素 去最后得出来一个答案 其实孩子在这个理念呢 起到的作用呢 并不是很重的 因为孩子 其实不了解外面的社会 然后他很多方面呢 他也不知道 自己即将面对什么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 我们家长来多费 更多的心思 去来帮助孩子 还有帮助整个家庭 去做规划 好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